很高興今天請到美國華人實業協會幾位朋友上來跟她聊天 有前會長Victoria Lam 會長Tina Sand Camaro 也有副會長Mandy Choi 現在我們問問我們的Past President Victoria 究竟美國華人實業協會是做甚麼的 其實我們美國華人實業協會是一班有熱性的地產經紀 連同銀行的貸款從業員 甚至乎股價師、保險經紀 我們在一起 是希望能夠提供到華裔社區的一些業主 讓他們知道他們物業的權益 產權上面他們有任何的問題 買賣又會不會有出錯 我們都希望在這一方面 提供到充分的知識給他們 非常之好Victoria 現在問問Tina就是我們的Past President 究竟美國華人實業協會是有甚麼活動的呢 其實美國華人實業協會 我們每年都有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接下來我們有個社區活動 到時我們會邀請我們的會員 和董事會成員 去一起幫助我們的社區 例如做清潔或者其他的 接下來我們也有邀請政府官員 和我們解釋一下如何合法申請附屬住宅單位 即是我們往事講開的ADU 還有我們會邀請政府官員 給我們解釋一下9號法案和10號法案 希望可以幫助到業主如何正式 管理我們的物業和投資物業 還有每年我們都有一個年度的晚會 到時會邀請所有的會員一起參加的 多謝Tina 我們現在問一問我們的副會長 就是Mandy 我知道你們7月9號將會有一個Expo 不如跟我們講一講 是的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舉辦 灣區最大型的地產博覽會 今年我們會在7月9號 下午12點至4點 在三藩市的聖馬麗教堂舉辦 位置是在Gary街甲Golf街 到時我們會邀請到專家 去教大家如何獲得免付的首期貸款 亦會有專家教大家如何用比特幣 和地產去對抗通脹等等 大家也很歡迎參加我們現場的抽獎活動 贏取豐富的獎品 最重要是今次的活動是完全免費的 大家想瀏覽更多的資料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www.criausa.org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好多謝三位今天給我們這麼多豐富的資訊 在7月9號到時見 拜拜 拜拜 拜拜